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夏天没胃口的时候 你就做这么一道下饭菜 保证让你胃口大开 老人和孩子都爱吃 一起来看看 老人和孩子都爱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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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再加入一把提前泡发好的粉条 调味儿加入一勺生抽 一点老抽上色 一勺蚝油 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 然后倒入刚烧开的热水 水的量能没过食材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开小火慢炖15分钟 把所有的食材都炖制入味 时间到了以后 打开盖子 这小味道 层一下就上来了 真的是太香了 现在看着都要流口水了 粉条炖的软辣肉入味 我们给它盛出来 装入大碗中 美味鸡肠 这样做好的土豆炖粉条真的太香了 平时没胃口的时候 你就做上这么一锅 吃上一口保证让你胃口大开 而且做法也非常简单 上桌以后全家人都爱吃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家常美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